王金平他這次是有備而來 而且他也不是說隨便就是說 我現在準備要參選而已 你看他先前在 他的這個已經很久都沒有在使用的 龔道柏的這個粉絲團 他有跟他講 他說這個不是我的個人粉絲團 可是是很多幫助我的年輕的 這一些媒體朋友們 他們幫我組的 他的粉絲團裡面貼 那些孫昌去拜訪他 有沒有 他說法量對決 直接焉雲自己的頭髮賞 所以當他也已經開啟網紅模式的時候 觀眾朋友就知道說 法量對決他贏了 對 他還贏了 但是問題是基本上 頭髮如果不是太多人 他不喜歡人家從後面去拍 他不但拍 而且還貼 那當然我不知道蘇院長 蘇院長也OK 他常常自嘲 然後最新的一個是這個 有沒有 尋找跟我一樣 名字左右對稱的人 完了這就是年輕人喜歡的 因為王金平 連王也對稱 正好他是左邊右邊看 拿個鏡子從中心上一格都是 有沒有這樣的人 其實有 忙著想到一個 英文就是 蔡英文的英文 是對稱的 榮華 或者是美文 這幾個字都是 所以他也開始下面很多人留言 所以王金平他開始發動了 這一些就是網紅的模式 然後他今天我覺得 從這個點都看得出來 他的攻勢是淋漓的 因為一般不會在選舉 跟講說做四年就好 他沒有講總統 可是大家知道他講什麼 為什麼 因為這樣才會更降低 他在黨內 大家對於就是王院長年紀比較大 所以常常有人講 當如果你沒有辦法去改變一個 已經繼承的缺點的時候 就把那個缺點當成優點來用 所以他現在告訴你 四年就好 多少人會覺得說 因此而覺得很興奮 對不對 我好激動喔 之後可以換韓哥 所以他要把這些票吸過來 但是是不是真的 如果當選人以後就當四年 那就再講 他現在有說他總統當四年嗎 選別人可能都要做八年 讓韓國瑜等更久 因為一般都會有這種狀況 像啟程跟那時候有人講 是不是如果說 當然那時候像選情越來越好 有人講說是不是如果說 盧市長那時候可以講說 讓這個江啟程跟早點起來接 都有這種傳言 那現在王岐平自己講 還不是別人講說 親近人是說 我認為他會怎麼樣 他自己講 四年就好 對 四年就好 所以他會鼓舞很多 在國民黨內 原本覺得王岐平 不是我的選項的人 會覺得說好像也還好 反正他四年就不做 那如果韓國瑜也支持他 不要搞到兩敗俱傷 三敗俱傷 或是多敗俱傷的情況之下 他的出現機率就停